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部分是中联通下过的一些打算 首先来看一下 对于联通来说 传统业务转向这种数据业务 这种移动数据流量 可能大规模额领量的挑战了现有的运营商的不过 这一点可能是不止联通了 基本上是运营商都遇到一些问题 刚才赵院长也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目前来说 向联通这种传统的业务 就是向联通的业务 过往业务收入已经增长了 已经发力 移动数据业务在飞速的增长 然后数据流量在千倍的进行增长 但是传统的这种网络 这种硬件扩容的形式 你跟不上这种流量这种需求 这种疯狂增长的这种需求 对于运营商来说 可能这是一个网络需要变革的这么一个机会 然后我们这个硬件需要向这种灵活的软件 这种方向进行转变 而且这种以前的运营商 运营商这种网络来说 基本都是这种专业硬件来实现 扩容的话 基本就是扩这种专业硬件设备 在新的这种形式下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 利用最新的SDNF的技术 来通过那种通用那种硬件的扩容 来满足这个流量质量的这种需求 或者这种冲击了 第二是我们认为这种全球通讯的技术发展趋势 我们总结了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这种IP化 第二个就是宽带化 第三个是软件智能化 第四个是融合化 然后相当于SDNF来说 我们认为是软件智能化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技术 也是我们现代运营商 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 然后SDNF主要是满足点发展的需求 一个是提升能力 第二是降低成本 那么未来的网络需要这种低成本 且高效的智能的运营 那么通过这种基础化的经营 产生的价值 而且具有灵活的业务提供能力 我们觉得SDNF正是可以满足这些需求的一个个本性的技术 首先呢SDN可以提升网络的服务能力 包括它的网络的这种灵活性 然后开放性 然后NF可以降低这种成本 包括什么运营的成本 社会本身的成本 而且可以提升到其他一些成本 这两者之间的结合 那么相当于可以使运营商的运营 紧紧有效率转型 来提高这种网络的竞争力 这个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就是SDNF技术可能大家的表现 其实是最开始来源两个不同组织 但是现在基本的SDNF也在向融化的方向发展 在今早上可能专家也介绍了 现在SDNNF的他们同称为叫SDNNF了 我们觉得未来这种SDN加NNF的技术 是未来网络的一个核心技术 也是代表了未来不同发展的一方向 然后现在接着来 我们认为SDNNNF的发展 这个机构的发展需要产业 相当于各个方面的一期努力 包括标准组织 现在加上开源组织 包括互联盟企业 包括设备厂商 包括芯片的厂商 然后有些现在专门的运营副公司 因为NNF的提琴来说 基本上是一个云的架构 包括是一个虚拟化的一个基础设施 还有我们现在的运营商 来进行通力合作 然后推进这个SNNF的产业发展 现在接着来我们了解一些 业绩的一些 NNF的一些发展的事件 包括运营商和互联盟企业商 包括移动运行 刚才也都做了介绍 国外的ATFT Wiresan 还有一些都电信息外运行的NTT 等都有一些相应的实践 然后互联盟企业商 包括阿里亚 通讯 AWS 像一些其他互联盟企业商 都有些 在SNNF方面 都有些 具体的实践 我也不具体的事实上 下面先来介绍一下 中国联通做了一些买业工作 第一个是我们 今年做了一个13.5的 刻意创新的战略 这个战略是 已经上报给这个 国自委 就是一个中国联通的 下一步的一个 创新的发展方向 在这里面呢 我们 规划了八大创新领域 包括了云亦算 大数据 无联网 5G 可能后面这样图比较明显 就是 我们把这个 中间画圈的这 八大的 发展方向 我们把这个 SDNNF 单独做了一个 重点发展方向 放在这里面 这也是 我觉得是 联通下一个 重点发展的 一个方向 然后联通来说 我们 积极参加了 SDNNF的一些 相关的标准 包括传品的标准 像 ETSI 像 ITO 像 ITF 300P 然后 OMF 和 TMF 然后 中联通当时 主导了一个 云计算的标准 在ITO 叫做 网络 网络 计算的 网络计算的 一个标准 也是我们 下一代 互联网 标准 一个这样的程庇 然后在CCLC TCE 还有 T3 就是刚才照样 5T3 我们也做了一些 相关的 SDNNF的一些 相关标准的 指定 然后 我们 对于我们 联通内部来说 我们规划了 很多 起标技术 然后今年的话 也 也写了一个 SDNNF的 这个 一个 基础重点 然后现在规划了 好多SDNNF的 具体的 分测 然后 除了这个 传统的 这个标准组织 我们 积极的参与 主流 主流的开源 这个组织 包括这个 目前主流的像 嗯 SDN的 控制器组织 包括 Opens Opens 我们已经联统 加入了 然后 我们近期 希望加入 Opens 开源组织 里面 那 OpenStyle 我们一直在 从很早的部分 我们一直在跟踪 和参与 OpenStyle 这个 这个开源组织 因为我们 本身的 联统有一个 有一个 沃云的这种 云一算的 一个 管理平台 也是机庸 在开发的 可能以后我也有些介绍 还有包括 OpenFA的开源组织 先说一下我们做的 做的 一些 具体工作吧 首先是 是一些测试工作 嗯 第一 第一个就是我们 嗯 嗯 基础部 嗯 嗯 嗯 我们 基础部做一个 SDN的一个 一个 一个测试 主要内容就是 虚拟私有一个 VVC的测试 嗯 就专家可能也讲的 相当于 VVC是 我们认为是 SDN 在VVC内部 应用很多次好 也比较成熟的 一个案例吧 然后我们完成了 六个主要 上七种方案的测试 然后并行出了一些 测试报告 然后我们这个测试方案呢 包括什么 硬件的方案 包括软件的方案 还有软件结合的方案 都进行了测试 然后呢 呃 我们根据这个方案 处理一些测试报告 而且 呃 基于这个 我们测试的结果 我们本身 嗯 也开发了一套 嗯 基于SDN 嗯 Ctrl 就基于这个 SDN的一个 VVC的结果 我目前用的 就是 呃 Ctrl 开源Ctrl 是 OpenCtrl 嗯 是本道以前的一套 就是 还 当时还没 Audio就是 这是两年 之前 我们开发的一个 案例 当时Audio 和Omos 目前来说正在 这两个 控制器 呃 呃 呃 持续工人组 然后下面是我们 一个测试是 新音画部 呃 EDC 就是我们企业数据中心的 一个 一个广播云画的测试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 企业内部数据中心 我们整个的数据中心 也是在向 呃 云画幻想引进 然后我们现在的内部的 很多的应用软件啊 呃 呃 都已经准备 云画 而且 而且我们的这个 净可师 呃 基本也都是转到 新音画部的 EDC 这个来承载 然后 他对他来说 对EDC 来说整个数据中心 是云画 然后对网络来说 有一个 有一个 虚型化的一个需求 呃 然后我们 这个这个测试 我们测试了 相当于是 呃 三个广案 最开始 呃 天雅宽是传统的 大二层技术 包括TRAIL 包括SEB 也有的技术 后来SDN出来之后呢 我们 又测试了SDN的 Overlay的技术 呃 就是 主要利用了VXL 做 然后说一下我们 具体SDN的实践的情况 呃 首先呢 我们在 就是 基于Oversight 呃 已经从 可能从一年开始 我们已经 呃 就已经 开始发展 我们的游乐管理平台 然后我们 我们把这个游乐平台 交给多元平台 嗯 然后基于这个文明台 我们基于开展了一些 SDN的相关的工作 然后我们开发出了VPC 这种 这种平台 然后我们开发什么 开发了一些业务链 DCI 还有Miner 就是 刚才大家之前强调 那种 Oxtrator那一次 就是编排这一次 我们认为特别重要 而且VCP的一个研发工作 我们这些工作 基本都是基于我们的 一个文明台来做的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 这个文明台吧 这个文明台就是 社会联通 研究院自主研发的一个 开放式的文明台 嗯 基于自主研发技术啊 就其实也还是基于这种开 开源的文件 文字带个人家里做的 然后基中管理了这种 服务器啊 存储 网络 收入库的资源 然后 对用户 一些需求 可以进行快速的提供 那么在这个云盘球之上呢 我们开发了我们的 呃 还有刚才那个测试 VPC测试技术之上 我们开发了我们的虚拟CVC 和VPC的集团 嗯 这解决方案的话 相当于我们当时的目的 主要是 呃 用于这个租户的隔离 和用户之前网络 网络 网络之间的 一些隔离 然后 然后 可以 呃 是 刚才也介绍了 是利用 工作的开源面来做的 这是我们 呃 开发的VPC的 方案的一个界面 包括 呃 VPC的资源 这是我们底下的一些资源 啊 包括英特代网关 包括网络图 我们这个 呃 相当于这个VPC的方案 是当时是完全 呃 参照AWS 就是亚美讯的 它能VPC的方案来做的 而且完全实现了相同功能 然后 然后这是我们另一个实践 就是 目前的业务演习 就是目前可能比较 比较热的一个 呃 一个方向 呃 就是我们 通过SDN 就是相当于SDN 跟NNNF的一个结合 呃 我们完成了 这个 通过SDN工序来完成这种 这种 这种底层的 这种NNNF 就是 一些 呃 一些虚拟工能化 一个 一个 一个组装调度 然后按 按虚 按照用户的去定义 组装 然后完成 提供这种网络服务 我们这个 控除了 就是我们这个控制器的 呃 目前的这个 优廉控制器 是 使用ONUS来实现的 这是 这也是我们当时加入 呃 相当于 加入ONUS之后呢 呃 我们本身在 呃 数据中心内部 这么 呃 数据中心内部的一个 呃 相当于控制器 的一个 控制器的一个 呃 呃 另一个问题 呃 另一个呢 就是一个 数据中心互联 这也是目前的 SIN 也是比较热的一个 点 因为 你最开始SIN 基本多用于 数据中心内部 一些 一些云 云的基础设施 里面的网络 然后 目前来说 呃 从内部已经转换得到了 相当于 呃 万能的网络 就是网络网 那么之间互联是 是 我们用SIN 来解决一些问题 然后 我们对这个 呃 就是数据中心互联 这个网络 提供了一些 呃 探 呃 研究吧 然后我们通过SIN 完成了 因为完成了就是 我们多数据中心 我们本身那个 刚才的过游 在呃 在北京 在广州 嗯 还有在南京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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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呃 就是在呃 国内的几个省都 都有一些 分的数据中心 然后每个数据中心 都搭建了 某某云的呃 云的管理 管理平台 然后我们通过这种 Design 这个网络网 把这个呃 各个数据中心 进行 进行互联 而且 呃 建立一个 可以 二层互联的 一个网络 然后把这做数据中心的 云管理平台进行 统一管理起来 而且 这个 我们还研究了一些 万 就是这个 港域网 数据中心之间的这个 流量温化问题 另外一个 我们 我们的 成果 就是 基于过云那个 网络上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 叫 也是基于过云的一个 这个 相当于是一个管理平台 其实 也是 今天早上和刚才两位 院长 就重点提到的 相当于是 安安飞里面 现在已经加了 或者是 MS店加安飞里面的 特别重要的一块 就是那个 电牌 嗯 然后我们 这个是在 这个在去年 我们做了一个 一个 然后我们这个 最开始这个 呃 这个完全是我们自己 独立开发的 然后基于 呃 ETSM的 呃 他们的标准档 然后我们自己开发了一个 然后 呃 开发了这么一个 呃 像编排系统 我们基于这个编排系统 基于我们的 卧云本身 刚才那个 零观平台 这些编排系统 然后再加上一些 呃 一些软件 包括 我们进行对 EPC和 IMS 这个 呃 核心网的一些 功能和 二级军业测试 嗯 然后 我们通过这个 MANU和 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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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EPC和IMS 综合物质 我们刚才测试 呃 在 可以完成系统搭建 嗯 而且可以实现 嗯 语音啊 视频的通话 然后 而且 可以 呃 根据 用户量的需求 可以通在扩展 然后我们认为这个 就是 就是 NNF 这个 就是 因为可以通过这个 呃 通过 CN 通过NNF 把这些 核心网 YV iNF 这个网络可以快速的 可以快速的大件 快速的入手 可能将来可能会适和一些 呃 像 像无联网的专门或者一些其他单独的这种网络需求 可以搭建是一个特别好的产品 这是我们当时一个系统流程 基于我以外网络的系统流程 包括可能有九个阶段 第一个是onboarding 然后后面一个实力化 我们还有一些具体的流程会去介绍 最后可以实现弹性升等能力 可以实现高可用这些功能 当时我们做这个系统的时候 是完全参照了PTSI的比较文章 跟它是完全符合的 而且也是实现了我们的基本功能 但是可能里面有些性能 还有些考核性问题 我们后来也做了一些研究 我们可能一会儿介绍我们的性能问题 然后我们把这个当时这个我们做的这个编排系统 我们这个系统也上传到了GitHub之上 大家都会一下 而且这个编排系统 是跟那种开源的社区版的open style 可以直接直接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 然后提到这个性能的问题 这个性能的问题可能大家都比较关注 因为尤其是运营商的网络 电视运营商的网络是高 是电信级的 是电信级的 其中于这种网络 大家都重点提到它的电信级 包括什么高性啊 包括什么性啊 然后前面那个张院长和水平导演员也都提到 这个网络 这个虚拟网络的加速是特别关键的一个指标 然后呢 刚才也介绍了 然后具体的方案可能也就都比较相似 包括DBTK 包括这个 S2-IOV 因为 我目前的话 我们的云民台 然后我们的云民台的底层的 虚拟交换机 基本全是用了OAS来做 所以 对于对于我们目前来说 云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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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 普通的 进行普通的业务的承载 然后 现在的时候 FoS的性能 还问题还不大 但是我们认为 如果是要支撑 支援 非支撑 电信级的设备 可能会 遇到很多问题 很多瓶颈 所以我们也在 在这方面做了 做很多工作 去年 我们在 GDPK做了一个加速的工作 还利用了 S2-IOV 然后 为VNF 提供的专有这种虚拟设计 来提高数据的展开效果 这个也 我们也都整合到我们 这个整个关注台里面去 另外就是 我们现在特别 特别关注的一点 就是VCP 嗯 也 而且 这也是我们 我们觉得 就是我们认为 电通认为 嗯 NFA 就是 比较能 尽早落地的 一个方向吧 然后我们现在 目前来说 嗯 做了一些测试 然后我们先来 把这个 这个 CPE的一些 具体的 就是以前的 中端的一些 嗯 一些工作 提到这个 网络测来做 然后目前 嗯 嗯 我们找了一些 呃 厂商 就是 业界主流的一些 厂商 包括以前 传统的 呃 呃 做专门做网络的 的厂商 还有一些 后面一些 相当于 一些 相当于做IT的一些 城商 他们其中的一些 解决方案 都有测试 嗯 最近测试进了一个 阶段 有一些阶段性的成果 下一步的话 我们可能 会把这个 测试成果 会在 呃 呃 河北级一些落地的 具体一些落地的 测试 这是我们一个 本县经院 大的一个 复化环境 我们现在有 五省六 五地的 两极的数学中心 然后包括了 目前我们的环境 包括了220台 的物理游戏 包括两极团的 讯息 然后支撑一些 其中的一些业务 然后对外 来支出一些 双方复化的一些 嗯 我们通过这个 就是两极的 多叠数工具 嗯 进行了 很多 呃 来自电安飞 方向 嗯 功能一些验证 这是我们本身的 来自电安飞的 实验室 嗯 这我不做介绍老师 我们一起的一些程度 包括 专业啊 一些民用啊 一些人才啊 也许 嗯 然后下面介绍一下 就是联通线的一些工作 我们先想办 首先 有一个SNF的下面的一个统织的规划 嗯 我们认为中国联通的未来网络架构是以数据中心为核心的一个一个一个网络 相对于我们的数据中心可能分为多级吧 嗯 包括这种 两级或者三级的这种感觉 包括 核心那种大规模的中心节点的数据中心 和 电源的肌肉的这种数据中心 我们认为这个将来的我们就是数据中心 加 中心的数据中心之间的网络 还有 大约数据中心 大约数据中心 之间的这种 我们都有通过 刚才介绍TCI技术 之后 我们SDN的这种技术 来进行目标 然后这是我们SDNF的具体的规则 呃 年内的规划 嗯 包括一六年一些SDNF的试试 然后其他人的产品的复化一些部署 还有一九 啊 二十一九年到二十二年二零二零年一些 多领域SDNF的应用 不过有一些其他领域像传统的一些 一些领域的SDNF 我们也在已经做一些测试 呃 除此之外呢 呃 除了这技术技术型的 这些我们做的工作以外呢 我们 呃 联通的话是从 呃 从上到下做了一个 呃 呃 管理层面的一个梳理层 正确SDNF的技术 我们借鉴了 呃 就是 呃 就是 就是ATNT的一个 就是ATNT公司 他们做了一个 他们的一些创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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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一些技术的创新 把他们的一些管理的创新 进展他们一些SD的想法 然后我们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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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联通上说 从集团 然后成立科技园会 然后协调我们 呃 司徒 联通的话 说三个研究院 包括我们 我们中令医院 包括保铁院 然后协调内部的 相对面中内部的 各个部门吧 包括十分公司 研发机构还有外部的我们合作业程商 我们统计来推动SIN兰飞的整个的保护的一些测试 包括一些研发保护一些裸定 然后刚才可能介绍我们当时 我们SIN的管理方面的创新 我们是对标了AT&T的一个创新平台 我们的研究就是AT&T的话 它的创新战略可能有四大举措作为一个即使 比如像支撑AT&T的创新战略 而且推动了AT&T的创新活动 包括它四个主要是Fast Page 然后Tip,然后Lapse,Foundry 基本还是一些创新 还有一些研发方面的一些举措 我不具体介绍了 可能会面对对标这些 做一些管理工程方面的改革 而我们组计架构的话 也是根据SIN兰飞之为新的特性 然后我们组计架构也做了一些新的变化 也是 但是这可能是一个逻辑上的 就是说我们从上到下有一个分了横向 分了一个SIN兰飞之为分了三个组 包括也有做通交流的有素 包括做网络管理的一个控制的一个组 包括硬件击式的一个组 这是横向打通的一个组 然后在纵向上 我们根据运营商的网络 一些不同 然后划分了纵向的一些组 纵向的一些组 包括IT组 包括成约的结果组 包括承载的传组 包括一些核心组 包括终端组 包括无聊组 包括一些水中心的游组 嗯 就像从一起的 我们希望通过所加的一些变化来 能能理顺这个 无联统一些SIN兰飞的一些发展 嗯 目前说 然后还有些人员计划 我们就在想做一些调整 嗯 包括在招一些SIN兰飞的 预算的与相关的内容 那么成立了SIN兰飞的创新实验室 也希望跟业界的 呃 跟 客人组织啊 跟合作厂商 跟 传统的通议厂商 几千里级战争 这样一些 也来共同 共同推动 中国联组SIN兰飞的 呃 方向的往前发展 嗯 怎么样 就到这 谢谢